SBS尊重并认可Camarigo人是本节目制作所在地 土地天空和水道的传统监护人 本月初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公开确认 政府正在积极研究方案 以便让逃往澳大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 能够在澳停留更长的时间 他明确表示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将这些难民送回加沙地带 然而13号影子内政部长詹姆斯·帕特森 呼吁工党政府确保那些被列入恐怖名单的 哈马斯或其他恐怖组织的支持者 无法进入澳洲 并敦促取消那些已经在澳的支持者的签证 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则进一步发表强硬言论 我认为人们应该从这些战争中 这些战争中不应该从这些战争中 这些战争中不应该从这些战争中 我认为这些战争中的危险 内政部数据显示 从哈以冲突爆发至2023年底 澳洲仅向巴勒斯坦人发放2000多份签证 而抵澳人数为近1300人 其中大部分为儿童 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8月14号早晨7点左右 参加巴黎奥运会的澳大利亚代表队 教练和工作人员乘坐专机顺利抵达悉尼机场 在现场总理阿尔巴尼斯与运动员的家属们 一同热烈欢迎奥运选手回家 阿尔巴尼斯表示 这些归来的运动员无疑都是国家的英雄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澳大利亚代表队共斩获了18枚金牌 创造了澳洲奥运历史上最辉煌的战绩 8月13号晚上6点左右 昆士兰州警方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报警电话 称他在黄金海岸的家中 发现自己10岁的女儿被割喉身亡 警方透露 除了警部的致命伤口外 证明华裔女童身上还有多处明显的伤痕 当晚10点25分 警方在附近的街道上 逮捕了这名女孩46岁的母亲 4日早晨 案件在地方法庭开庭 深爱女子并未出庭 当地时间8月13号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宣布 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继续推进 并扣押了一些俄罗斯囚犯 目前乌克兰军方已经控制了 该地区的74个定居点 泽列斯基将这次大胆的军事行动 是为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入侵的两年多后 依然能够掌握主动权并主导局势发展的有利证据 然而俄罗斯方面却声称 俄军成功阻止了乌军对库尔斯克地区的攻势 8月13号 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首次宣布 非洲大陆爆发的喉豆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并呼吁非洲各国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已遏制喉豆疫情在非洲大陆的持续蔓延 根据非洲疾控中心的最新数据 截至今年目前为止 非洲大陆已经上报超过15000例喉豆病例 其中450余人不幸丧生 与去年同期相比 病例数飙升了160% 其中仅刚果民主共和国就记录了超过13000例感染 疫情已经波及至少13个非洲国家 包括此前未受影响的布隆迪 肯尼亚 鲁旺达和乌干达等国 喉豆病毒通过密切接触传播 会引发皮疹 身体不适 以及类似流感的症状 尽管多数病例病情较轻 但依然有可能致命 dear 魔口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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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